说粉的我今天出门拍视频了 爱人勇闯韩国 第一次拍路边谈 咱们第一次来的话就吃一个炒年糕吧 我说我要一份炒年糕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制作了 首先呢咱们先拿出一个外卖盒 今天不像小偷了 因为是中午所以没有什么眼睛 我就勇敢地走出去 走出去之前我做了很多心理建设 好现在开始制作我的炒年糕 拿出一点鱼饼 简开我不知道里面是有鱼饼 我以为都是年糕 当然我更喜欢吃鱼饼 好加入我们的年糕 那个叶子的话是树子叶 好快速打包好 付我的四千块钱 这里是必须得付现金 装起来好 到家了 开始还是鱼饼更好吃 这个鱼饼一点腥味都没有 放在年糕里面 辣辣的香香的 墨鸡鸡鸡的 我正在看我的 看我的1988 你们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 可以给我推荐 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杂物的杂物 吃的时候吃得特别开心 因为这个是听从大家的建议以后 也是第一次出去拍视频 我觉得你们的建议超级的棒 所以大家如果想做什么 都可以勇敢地迈足第一步 再来一个鱼饼 刚开始吃不惯薯子叶 现在已经开始适应了 这个薯子叶有化妆品的味道 喝口这个年糕汤 不过这边的洞线 都是那种前拉口 好了 下次出门再见